逗六 那么还有很多的方法 怎么采用什么方法呢 六个一片 怎么可以用四加二 这个画法 可以用三加三 老师开始讲数学了啊 哈哈哈哈 那么六可以分成 什么什么对不对 可以分成 六可以分成什么什么 六还可以分成什么什么 怎么 看见着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学题 非常简便的一种方法啊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出来 怎么来看 那么首先咱们给大家讲 讲到咱们描红本上的 一个四加二的画法 这个一片我们画出来 这个有有这个素末啊 我把这个素末给搞掉 那么这里我们画一个一片 这里一个一片 那么这就是两个一片 我们在这里呢 再画一个一片 在这里再画一个一片 你们看到没有 我们就变成了四个一片 一生二二生三 老师这什么指 老师能回放吗 咱们回放课里边啊 有有回放啊 咱们都已经下载完成啊 都会放在咱们回放课里边的啊 好 接着咱们再来看啊 在这里边 咱们在这里 我们加一个枝条 那么在这个枝条上 我们去生叶片 好 一片 两片 咱们发现没有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画出来了 一二三四 再加上一二 这是不是四加二的画法咱们 啊 明白了吧咱们 咱们这就画出了一个四加二 那么四加二 这是向上的仰 仰叶啊 咱们还可以画出向下的啊 向下的 它有变化 咱们看 好 一片 两片 是不是咱们 又是一个人子啊 然后咱们在这里呢 一片 两片 哇 咱们又画出来 这是一个虫人 虫人画完之后 咱们在这个边缘地带啊 咱们 出一个枝条 那你在这里呢 啪啦一个一片往这儿 再啪啦一个一片往这儿 咱们看到没有 那么咱们 这个这条画出来了向下的四加二这种画法 咱们 我讲的方法呢 咱们学起来啊非常容易的适合咱们灵极图啊很快就能掌握的 你不会叠叠的啊 你看了老师的这个叠叠法啊就非常的容易学 抢了一卷啊 咱们小黄之二现在还有没有了我看看还有多少卷啊你们应该还有啊你们去看啊 好这个是四加二的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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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 好 来看过来 咱们搜同学 那么咱们在这里呢 学会了这个方法 学会这个方法之后 咱们学习呢 就特别的容易啊 学习就特别容易 五一书画院啊 欢迎 咱们去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啊 这种方法 我们学起来呢 就特别的简单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课 不用裁这个纸 直接拿来就用 也挺好 好 那么咱们 已经掌握了这个 四加二的方法 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破莲黄 三加三还要不要看呢 咱们 这一个方法 咱们触类旁通的啊 有了四加二 三加三也是一样的 好 大家今天晚上好 开听就好 晚上好 现在第一次晚上好 谢谢你们的粉丝牌 谢谢一线的粉丝牌 开听就好了 粉丝牌 沙一明白很美是吧 还有我们默默 欢迎静心 要看 还要看 好的 咱们 那么咱们 新同学打个一 老同学打个二 零基础打个零 好不好 我看一看 是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新同学 零基础的 这个咱们就讲的细一点 讲的细一点 要看要看 这么多要看的啊 好吧 那咱们就给大家 再讲一个 拍了一卷啊 相对的 好的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从头看过来啊 三加三的画法 也是六个片 好 咱们在这里画一个枝条 好 一片 两片 画出来的两片 接着呢 我们在这里呢 画一片 好 这是不是三片就成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三片画成之后 我们在这里 长一个小枝条 从这儿啊 爬拉一个一片出来 在这里 我们爬拉又一个一片出来 那么在下边呢 我们又长一个一片出来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一组呢 它也是很美的啊 发现了没有 它也是很美的 这个小点点不记住啊 一二三 一二三 是不是 这是三加三的 这种画法 那么咱们如果把它反转过来 我们看啊 反转过来 咱们今天又讲数学了 有同学说 哎老师你讲课 以后讲这个啥 音乐 以后讲这个啥的 哎咱们 目的只有一个 哈哈哈哈 堂堂好甜的啊 好 咱们欢迎堂堂粉丝牌 郁杰 谢谢郁杰的粉丝牌 谢谢 敬心的粉丝牌 谢谢 哎呀 画的大西瓜 哈哈哈哈 谢谢 沙依送的粉丝牌啊 感谢大家 哇 这么多灵气土啊 这么多 这个 这个 新同学啊 那么咱们 像他一样 咱们也可以画向下的 咱们看回来啊 我画一个向下的怎么样啊 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效果 毛笔真的是巨峰啊 你看这里缺墨 刷刷刷 哎 这个感觉啊 非常的好 嗯 好 那么咱们在这里呢 好 再画出来一个叶片 它变成三个叶片 看见了没有 它变成三个叶片 那么在这里生一个小枝条 咱们在这里 一个叶片 在这里交叠的位置 注意啊 交叠的位置 黄金分割区啊 昨天给大家讲的黄金分割区 咱们一定要记得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一片 看见了没有 这一组它是不是 三个叶片 加上三个叶片 向下垂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也很美 咱们说是还是不是 简单不简单 简单来没 哈哈哈哈 咱们说简单不简单 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是特别简单的 你们所有的方法都可以采用老师这种方法啊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没有第二个人啊 这是老师总结出来的啊 咱们古人没有啊 现代也没有 这是老师讲课 讲了这么多年啊 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这种 这叫 硕字叠业法 哈哈哈哈 咱们起个名字吧 叫硕字叠业法 好吧 你们起个更好的 怎么样 这个名字可以吧 咱们 对 咱们原来有名字啊 咱们原来叫分解 原来叫分解叠业啊 分解 我都给忘了啊 咱们起个有名字 好长时间没讲了 你看 分解叠业法 这个叫分解叠业法 这个叫分解叠业 那么咱们用这种叠业啊 是请问直播的时间 咱们直播的时间呢 每天是早上的7点30分开播 晚上是6点30分开播 你们只要加了关注啊 每天每一场的开播 它都会通知到你们的啊 都会通知到你们 系统自动通知的 一场都毛不掉啊 除非牛事来不了 哈哈哈哈 通知你了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是不是咱们 好那么咱们 在这里 采用数字分解法啊 咱们分解叠业的话 那么就特别的简单了啊 咱们可以有很多种的叠业方法 比如我们3加3的这个叠业方法呢 咱们还可以画出很多种啊 咱们一个3加3咱们也可以画出很多种的啊 咱们想不想看 哎刚才有同学啊 想看3加3的 咱们给大家画了很多的3加3 是不是 不想 那么咱们 咱们 接下来再给大家画几种3加3的叠业法 来看过来 看过来 柔和采用3加3咱们叠出来很多了 云南风轻欢迎啊 谢谢您那按 关注 咱们很多东西点亮灯牌加关注啊 我一开播就会通知到你们 对3加3跟着老师好好学 好的后到 后得到人 哈哈哈 咱们接着看啊 那你3加3的方法太多了 那你3加3的方法太多了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一片太多了 好 咱们看 这个一片一出啊 咱们 哎就会画出来一个哎 这种形态 看见没有 这也是3加3 这是一个三叶啊 三叶 这个三叶的名字叫什么 打在公平 这个三叶叫飞叶 对吧 把飞叶打在公平 那么我们在这里画出一个飞叶的这条 在这里呢 我们再添加一片 看清楚啊 好 哇 这两个平行了啊 平行了要破啊 咱们今天上午 同学问了啊 老师平行了怎么办 平行要破 咱们你看 他两个一般长啊 那我一般差不多粗地 我加一个一片 他变长了 变这么长 他是不是就马上 他也向这边弯曲了 是不是就破了平行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咱们这个叫飞叶啊 不叫金鱼尾啊 咱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什么是飞叶 什么是金鱼尾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再加一个一片 这个就要注意和他不要平行了 我们改变了方向 改变了大小 看到没有 方向大小一变啊 刚才一个没留神啊 一个没注意 那么他就变得啊 就就有点雷同 我赶紧把它一个翻页之破 他们破法非常多的 老师的破法也一楼筐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破法也有一楼筐 哈哈哈哈 咱们这个 在咱们的直播间里呢 你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点 全干货的啊 纯干的 漏漏漏漏漏晒晒晒啊 咱们这个非常好用的啊 咱们一楼一马带 一楼一马带啊 咱们有时候开开玩笑 说说还是很冷了啊 好 这是这种 我们在这里呢 和它相接近呢 我们还可以这种 看见了没有 那么这个呢 是金鱼尾的画法 咱们 咱们来看过来 这个金鱼尾 这个飞叶 那么咱们在这里呢 你再去加一个这条 好 再加一个这条 那么你在这个 这个地方呢 好 我们去添加一个一片 和它相交于叶尾 叶尾相交于叶尾 那么在这里呢 你加一个一片 往这边 它的方向要有变化啊 然后这里呢 加一个一片往这边 你看 注意和它的平行啊 长短要破 宽窄要破 变化要有 给它再加一个翻针 那么它是不是就很灵动了 哎 双 双鱼尾啊 怎么看是不是 哇这个画的有点大了 咱们画一个小尖尖就可以了啊 尖尖来破啊 它变成了双鱼尾 那么双鱼尾 说到双鱼尾咱们有更多的画法 咱们接着再来看 另外的一组画法 这是咱们三加三 我觉得能给大家画出很多 啊 咱们昨天咱们同学们挑战老师 这个画三叶啊 画出了很多很多的三叶片 咱们是还是不是 咱们现在只是画了一个养叶了啊 咱们如果再加上养叶的话 是能画出来更多 对不对 啊 这个三加三 画了三张都没画完的 一个变化之数啊 咱们咱们用在咱们的这个三加三上面 它也是层出不穷 变化多端 好 有了这些变化数 我们画出来的才会灵动 才会自然 来看过来 咱们接着还有破鱼尾的啊 咱们来看 哎 这一个一片叶 这个一片叶 画出的这个近见啊 咱们 正比的方向要正确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 正比的方向要正确 在直中带区 让它潇洒灵动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来一个破鱼尾 好 看见了没有 三笔 两笔加一个啊 它就是破鱼尾 那么在这个破鱼尾的这个上面啊 咱们再去加一笔 咱们在这里加吧 好 在这里加 我们从这个地方 出来一笔 而我们在这里出来一笔 那么这一笔呢 我们走在这儿 看见了没有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的 也很漂亮的一种感觉就出来了 那么你可以把这一笔呢 你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破鱼尾 你如果用破鱼尾的话 在这里啊 画一笔 它就成了破鱼尾 这里加个间接 那么我们不用破鱼尾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用金鱼尾啊 对不对 在这里加一个金鱼尾 你看 是不是也可以他们 发现了没有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金鱼尾 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姿态呢 咱们来看过来 它形成了一个 扎扎 哇 三尖两刃刀 哎 你看它的气势 是不是也很美 对不对 有三尖两刃刀的这种气势 哎 爽 咱们有没有感觉到 它整体的形态 是一个三尖两刃刀 对不对 所以说它就很有气势 为什么咱们有画的 画的这个叶片 一组一组的它美 你要看它外形 要看它内在 要看它破的白形 它才能出现美 那么每一组叠叶啊 咱们都去强调它的是 这就是是 它的气势 对不对 我给大家讲的 V字形 都是是 咱们理解的 打个理解好不好 V字形也是是 咱们 一组一片 你画出来 它的气势 在这里 看到没有 它的气势呢 马上就有了 对不对 你这个V字形 马上就有了 那你画的这个 你如果不画这种V字形呢 你画出来 哎 这种 抿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你说好看吗 同伴 你们自己说好看吗 他们告诉我 谁觉得这种好看 我看一下 这种呢 哎 它就很难看啊 小夹子气 抿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它没有豪放的这种感觉 对不对 哎 这就打了一个对号嘛 对不对同伴 啊 是不是一个对号 我给大家讲过 你们在叠叶的时候 不要老打这个 老打这个 叉叉叉叉叉叉 你们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是一个鸭蛋报回家 是不是 你多打一些对号 多好 你这个对号一打 你看 这里对号 这里对号 这里 这里对号 看一个对号 你打出来 这就回家 就报一个 哎 一百分了 哈哈 老实话 都好看 谢谢你们开心 喜欢 谢谢咱们很多同学的喜欢啊 好 这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原理啊 咱们从数学这个分解法 咱们来要如何来叠加一片 举一反三 咱们把举一反三 咱们把举一反三 几个字打在一公平 举一反三 好 咱们从数学啊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种 那么你们就要会变通更多种啊 咱们就要会变通更多种 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方法 你不只是一个三页 你一个四页也可以用分解法呀 对不对 你五页也可以用分解法呀 六页也可以用分解法呀 七页八页九页十页 你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咱们 是不是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举一反三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画的都是养叶 要不要看眼叶咱也照样可以用 三加三的叠叶法 还有五加一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咱们接着来给大家演示一组 是画叶子是杆重要还是叶子重要 哈哈哈 哇哦气势磅磅 非常好 这个你这个问题奇的呀 我来跟你讲吧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啊 皮脂不存 皮脂不存 毛浆烟腐啊 皮脂不存毛浆烟腐啊 你说哪一个重要啊 咱们 你就是竹竿它再少 那么它是承载叶子的 啊 理解了吗 皮脂不存毛浆烟腐 你这个竹竿 它是长竹枝的呀 竹竿它长竹枝 咱们竹枝上长竹叶的 你再反推过来 对不对 这叫什么 反推过来叫什么 叶叶着枝 对不对咱们 从叶开始叶叶要找枝 你说明这个枝条重不重要 你没有枝条 叶它存在 它从哪里长 有的 有蛮指画的都是叶片 没有一根枝条的 有没有同学见过 对不对 有没有同学见过 有见过的同学 打个见过好不好 蛮指都是画的叶片 啪啦啪啦啪啦 画了很多啊 画了很多 画完之后 一个枝条都没有 一个枝条都没有 蛮指都画 有没有发现 这种蛮指画完了 然后最后啪啦 可能就一个枝条 就这样了 有没有见过 然后接着啪啦啪啦 都是叶片的 有见过没有同学们 这种画法的 蛮指都是叶片 没有见枝条 咱们古人在讲的时候 叶叶要着枝 对不对 打打个平好不好 叶叶着枝 枝枝要着干 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枝枝着干 皮枝不存 毛奖烟斧呀 枝枝要着干 那么它都见过 你如果你画的这个竹 竹叶不美 咱们再给大家 反向推啊 这正确是叶着枝 枝着干 它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啊 然后咱们 再来看 你如果你的这个竹竹啊 画的这个不美了 啊 竹竹画的不美了 它就像什么呢 就像装修啊 你们可以反向推啊 可以反向推 你如果画了一个竹竹 这个竹竹呢 你画的并不美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咱们的这个竹枝竹叶 来对它进行修复 对不对 你这叠画的不美了 对不对 这叠画的很漂亮 这叠画呢 它有点不美 那么你在这里呢 夹支条啊 蹦蹦蹦蹦啊 咱们蹦蹦蹦 好在这里一夹支条 蹦蹦蹦 看到没有 这一节不美的地方 咱们啪啦啪啦啪啦 一长叶片 一片 两片 三片 他们看清楚吗 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画出来这个叶片呢 你把它盖上去啊 对不对 你把它盖上去 那么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他们 你来告诉我 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作用 咱们家里边有很多同学都搞装修的 对不对 都搞装修的 那么你们反向推一推 反向推一推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画竹竿呢 竹竿是第一道工序 对不对 它是第一道工序 那么竹枝呢 是第二道工序 对不对 那么竹枝呢 那么竹叶呢 是最后的一个门面 对不对 竹叶是最后的一个门面 第三道工序 是最后的一个完成 就是脸面啊 它洗脸的呀 对不对 你其他地方画的不好 你都可以用竹叶去遮丑 你说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怎么办 我大家这样 这样一分析 怎么办 不用老师回答了吧 对不对 不用老师回答了 是不是 你们就知道 自己就知道哪个重要了 你说竹竿不重要了吗 如果没有这个竹竿 怎么乘起这个竹枝 怎么乘起这个竹枝 这个竹叶 对不对 这就是他们 互相依存 同学 共存共生的 同学 它是共存共生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共存共生 那么咱们 还是要看这个 又要喝水了 喝水了 好的好的好的 对 这是最后一道的门面的装修 你包括你的墙皮 你的墙皮 然后坑坑洼洼的水泥 抿完了 然后你上面加了一层 最后的一道工具 乳胶漆一刷 你看漂亮的 是不是 它是最后 它可以盖门面的 可以盖到下边的所有的丑 它不是完全盖掉 但是它又露出这个风骨 这露出的这一点呢 你要表现出来 它的风骨 对不对 这是它的风骨 你能露出来 它的高峰亮点 露出来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你有功力 能够显示出来呀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能忽视这些地方 不能忽视竹干 不能忽视竹枝 也不能忽视竹叶 如果说 哪一个更重要一点 你是不是洗脸 是不是 更重要一点 是不是 或者有的人说 哎呀 那那那那 洗脸 说洗脸重要 就洗一个脸吗 就不要洗澡了吗 对不对 也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同伴 你只是重视外表 你不重视内在吗 对不对 这些露出来的地方 不是也一样吗 是不是 也能看到的 对不对同伴 这是给大家讲 这个关系啊 它是 都重要 都重要 但是这个脸呢 看